大家好,我是Leo 歡迎回到電動車集團,新的小狗,可不可以? 今天只想跟大家講幾個比較重點的消息 先來一個簡單的意外新鮮,就是在英國開賣了 亦已經有歐洲車媒或車評人試過車 我一邊看英國試車片時,發現了一件很特別的事 英國總共有三個ATO3版本 香港只有兩個,所謂專櫃型和旗艦型 即是長續航、短續航 在英國較高階的兩個版本,有11kW的中差速度 而英國所有版本,即使你買最便宜的都好 都是60.5kWh的大電版 我就覺得奇怪了 因為以我認知,無論是現在香港賣的長短續航版本 或者澳洲紐西蘭賣的ATO3,其實只有7kW的中差 我上了EVDatabase查過,都是寫7kW 至於香港方面,我就上給阿迪的網站 看看ATO3的datasheet 不看油自可,一看就拚了 那份datasheet,從頭到尾都沒有寫過中差速度 究竟是2023年ATO3的長續航版改了一款 變成11kW 還是只有英國的ATO3是一些特別版? 暫時沒有人知道 不過希望香港代理的datasheet 可以寫清楚中差速度,遺免有誤會 接著就進入今日的正題 Tesla hardware 4.0,美國開始實裝了 上次我去深圳的影片,影片還沒有跟大家說 Hardware 4.0可能就快出 而當時流出的資料是暖到七彩的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說法 所以我就叫大家稍微等一等,看定些先 不過最近這個星期的資料比較確定 所以可以跟大家稍微說一說 現在已知Hardware 4.0的改動 包括鏡頭升級了500萬掌數 新Hardware 4.0的電腦 最多可以支援的鏡頭應該多了兩支 以及加入了最新的4D雷達 至於這個雷達暫時還未100%確定 因為各方都有不同的技術分析 而Tesla其實未正式公佈所謂的4D雷達 而現在的Hardware 3.0 即我們現在駕駛的車 是不可以升級為4.0的 雖然Hardware 4.0的目標 在Cybertruck上高實裝了全部的功能 但最近美國Facelift了的Model S和Model X 已經逐步更新了Hardware 4.0的部分硬件 其中鏡頭的部分像素確認已經高了 但鏡頭的數目是沒有加到的 車頭擋風玻璃前面有三個鏡頭的孔 只有兩支是真鏡頭 剩下第三個孔是一個Dummy 現在交了車而配備Hardware 4.0的Model S 軟件的部分是未跟得上的 所以你拿了車也好 Auto Pilot也沒有FSD 不過在這裡也想跟大家說 Hardware 4.0主要是針對輔助駕駛 即Auto Pilot FSD的部分 不像之前Intel CPU升級做AMD 會影響大家在中控螢幕的Touchscreen App的速度 那就要留意這件事了 接下來就是上海廠 開始生產沒有USS的Model Y Tesla最近將一份新的文件 遞交給中國的工信部 已經提交的改動中 只有移除 俗稱後波雷達的USS Ultrasound Sensor 我在幾個月前的電動車集團也有跟大家說過 美國和歐洲廠都已經取消了USS 不過中國廠一直未跟進 更加重要的一點是 今次提交的改動 沒有任何消息 關於Hardware 4.0 包括4D雷達、鏡頭 全部都沒有說 所以我基本可以確定 香港在短期內 都不會有Hardware 4.0 所以兩個消息加起來很重要 在權衡過輕重之後 我覺得如果大家打算 在2023年買Model Y的話 應該現在立即下定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改到沒有USS 而未升級Hardware 4.0 Model Y 對於車身附近物件的偵測能力 已經確認比較差 因為是全視角 雖然最近Tesla已經有更新 只用鏡頭都可以感應到一些距離 多少cm 但在惡劣的天氣環境下 感應能力比較差 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所以我也是一句 我建議是 除非你願意等一至兩年 直至Hardware 4.0 在香港出現 否則我會寧願選擇 現在仍然有USS的版本 即是現在立即下定 有機會追到的 沒有USS的純鏡頭版本 我自己覺得將會是過渡期的產物 更何況下年一會一變成 大家都未知 如果有心今年買車 我現在的說法是暫時不用再等 直接下定 講開買車 香港Tesla在今年2月24日 突然又重新推出他們的refer program 以往我們refer其他人買車 推薦和被推薦的人 都直接得到1500公里的免費Supercharge 而現在有些改變 變成兩邊都得到若干的Tesla Credit 你當然可以用這些Credit來換Supercharge 亦可以換其他Tesla的禮品 不過我猜大家都是直接換Supercharge 留意新的referral program 是有些限制的 是不能在買了車之後 再叫Sales或DT 幫你後補referral上去 亦只適用於2023年2月24日 或者之後 經過推薦連結 直接在網上訂車的人 所以如果你打算買車 你又未找到其他推薦人 你可以用我的推薦碼 我會放在描述欄 或者QR Code都會顯示 大家都有好處 就不要洩給他 最後一件事要留意 現在訂車就不會再跟中叉線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出街充電 可以到UBOY的停購頁面 訂中叉線或者13A的充電線 說到充電線 有一件事要特別提一提大家 我最近發現多了一些不明來歷的人 在Facebook賣充電線 之前我也有出了Status 隨手就撿了幾個例子出來 這些不明來歷的人 有些就直接偷了我拍實物的線 給UBOY 直接偷了一些相片出來用 或者整段UBOY的字抄走了 當是自己有貨賣 這些實物都沒有一件插在手 有的片圖的感覺就很明顯了 我想大家都應該吃睡 除了一些沒有實物想的賣家要避免之外 還有另一種賣家也要小心 就是沒有提供到線的安全認證 和線材的規格 因為如果你想要買一條很便宜的線 其實你只要用一些很差的物料 因為我有跟廠商談 你只要用一些很差的物料 或者沒有做安全的SERT 其實你可以便宜很多 不過老實說 我自己就真的不敢買這些來用 我最近發現 可能香港是有人拿了一些沒有SERT的線 來香港兜售 總之大家自己小心 今天的電動車集談比較短 不過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都覺得OK好看的話 歡迎like、share 如果未subscribe的話記得subscribe 我們下次再談過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